大家好 欢迎来到支音楼节目所 今天有卡扫抗卫生的 4月11号的今天 现在的时间是10点刚好 今天来说 我想市场主要的焦点 就是昨晚美国出的经济数据 一连串的CPI 全部都是比预期好 而且都升上来 令到大家来说就很担心了 因为原本大家预计6月份会减息的机会大幅减少 令到市场突然间觉得6月份可能都不减息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美股也好 就是科技类股份 甚至港股都跟着做调整 昨天来说的经济数据 昨天就看回3月份 这个叫做 美国核心的CPI数据 按月是0.4%的升幅 原本大家预期是0.3%的 又高了 但是跟上个月2月份是持平的 另外如果看回居民的CPI数据 如果按月比较的环比 也是0.4%的 也都是高于市场预期 但是如果你看回岸年的升幅来说 就是叫做居民的CPI就是3.5% 比起2月份3.2%是高了 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3.4% 所以昨天为什么美股的反应这么大 就是主要因为大家看到数据出来不似大家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都可能在6月份没有减息机会 也是CPI出卖之后 一众华尔街的大行 都出来纷纷说 未来美国未必会有3次减息的机会 有部份的比较来他们将今年的减息预期 只是下调到只剩下一次 所以就这样看回 虽然昨天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都是显示着大家对于整个叫做 美国在今年开始有减息的机会 仍然都是非常乐观 但是就务保 于是市场是继续跌下来的 也看回昨天来说 整个美股跌 也令到BIS曾经一下子冲上去 昨天来说BIS反映了整个叫做市场恐慌的状况 那个指数是最高到16.59 虽然你说它还没升穿近日的16.92高位 但是始终都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因为在过去的叫做三四个月里面 我们见到好几次 就是说当BIS在一下子冲上去 国保里加通道顶部冲穿了之后 两三天就跌下来 但是今次来说就是冲上去 国保里加通道顶部之后 一直都不肯跌下来 大家可能预计了 在今次来说整体的美股回调的时间 就长了一点 但是会不会触发到一个叫做进一步大跌 令到美股整个升势结束 我们必须要看的一件事就是 BIS不要冲到18楼上 这个我想暂时来说 就没有一个即时的风险 但是记住 现在来说美股回调的时间 可能会长一点 大家就需要有个耐性在这 至于美股来说三个主要指数都跌了 就是不用想了 因为你科技对股份跌得比较多 都令到整个的 譬如道指也好 这个普通百指数也好 甚至是蓝指也一起跌下来 当中来说道指仍然都是跌得比较重要 跌的幅度是达到422点 都是一个叫做短期里面 令到道指是跌下去 就是国保里加通道底部的情况出现了 那么好彩 仍然都叫做什么呢 苦冲作乐就是说 幸好那个RSI是没有冲下来的 仍然都是在43这些水平 整个令到市场的看法 都没有太过是特别担心的 指数会慢慢跌 也都慢慢是贴着普通道底 在这个通道扩阔的情况下 未来道指跌的幅度会多一点点 至于标普500指数和纳市 我相信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现在来说 纳市和普500指数仍然都是比起道指是强的 可能回调的时间 就多一点点大家也都要预期的 那么看回昨天来说 突然之间的CPI这么强 大家预期了不会减息 都看到整个叫做 这个美贵指数也都是冲上来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 自然都会令到人民币那个匯价是转弱的 那么昨天来说 我们都说原本预计它是去回 这个叫做20天线的水平 那么昨天去了 但是去到昨天晚上来说 美国就出了CPI 就整个的人民币匯价 即刻就远回了 去到昨天收的事情 因为今早早在美国的时间来说 就是7.26的水平 那这些水位来说 也都是去到原本形成的上升走势的顶部附近 所以人民币转弱似乎都在短期里面是仍然维持到的 那么对于股市来说 港股也好 耐力股市也好 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都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港股这一阵的回调 除了美国那边的回调之外 人民币匯价的偏弱 也都会成为一个主因的 那么看回昨天来说 就是回味回 我们昨天来说港股都有三百多点的升幅 311点 那么升了1.85% 那么成交也都上回1,072亿 算不算多呢 其实也不算多 因为三百多点的那些只有1,000亿 其实可以这样说就是仅仅合格的 那你譬如好像考试来说 100分本分 你现在来说拿了60分 那是不是很开心呢 又不是 因为始终来说 投资者的入市情绪 其实是很瘦到 昨晚是需要有个CPI公布的影响 令到整个市场的投资者来说 虽然市场上升了上去 但是他们入市气氛是非常之薄弱的 那么我们看到昨天来说 整个市场在收市的时间来说 那个资金流入是14.9亿 那么很多时候来说 我们会说那10亿流上的就是一个 真是很强的 就是叫做资金的流入 那么也都看回 其实三个主要的指数 国子和这个科子 都不是很多 国子只有7.6亿 而科子来说 都是3.1亿 那么这几个数 都是流入的 不要紧要 大家觉得有钱流入就好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提醒过大家 就是说我们看资金流入的水平之外 也都要看那个坐货比率 或者那个抛货比率 昨天来说有资金进入 那么我们用那个坐货比率的概念去看 那就是说有100个人进了来 有钱进来 单的问题 其中只有45人流下 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会觉得市升很多吗 那么可以这么说 昨天的数据告诉我们 市场看到市升 但是进来的钱是非常之审慎 那也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有部分的钱呢 可以说是 就是叫做 纯粹是换码的 就不是说真的追的 那换什么呢 那么我们看回 在这里里面 看到在金融类股份 和地产股呢 是有比较多的资金进来的 那么你看到呢 6.7亿的资金 就走进去金融类股份 2.1亿不算太多 这个在地产类股份里面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在它旁边那个的 坐货比率 分别是96.7%和95.9% 那么地产的资金 就少一点了 那么我们不管它了 但是金融的资金来说 相对是6.9亿呢 是一个相对大的数目呢 那么有成96%的坐货呢 就是显示着 100个人里面 有96个留下不走 那当然 都是一个很明显推升到 金融类股份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整个金融类股份里面呢 我们留意 其实都有一些的 就是叫做 大型的国际银行股啦 本地的银行股啦 内银行股啦 这些股份呢 似乎都是市场呢 在短期里面继续追捧的 尤其是呢 就是说 你美国在现在这个时间 大家拨它不减息 那么香港这边的银行的息差呢 也都会有机会是维持到的 所以呢 那些钱似乎是在博这件事 所以昨天来说呢 我们看到那个整体状况呢 在分析上就是说 整个市场升了311点 但是资金进来的那个态度呢 是换马为主 那另外呢 他们换的货呢 就似乎是以金融类股份 那似乎这是一个呢 是挺明智的选择 因为昨晚来说 出来的数据呢 是显示着 美国是不会减息的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变成了国际银行股 可以是继续享有一个 是比较高的息差收入的 那在这个走势上呢 整个指数呢 都是维持在保利加通道附近呢 譬如好像是看回 今早来说呢 市场是低开了 但是都没有跌穿 过保利加通道的种族的 那可以去看就是说 通道第一个阻力不小的 但是呢 跌回那时候呢 大家又好像呢 就不是很远去沽货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当然也是说 现在来说 弱的走势 都是在说某几只股份 譬如好像是巴巴 好像这个的美团那样 可能在短期里面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再加上一只 就是这个的邦 都是走势比较弱的 但是呢 那些腾讯相对的走势 不是很弱 那再加上呢 那些汇控啊 那些内银呢 那些内银呢 仍然都是稳定的 那所以是看到呢 就是整个市场是跌不下去的 那在昨天来说呢 就是收市的时间 上不到通道顶 但是呢 就可以这么说 会调的幅度 仍然 大家都看着 保利加通道中族的 那去到呢 就是小事图来说呢 那去到17,1190 那去到那通道顶 楼上的 那也都见到呢 在这个小事图里面的 RSI9呢 那升破过70 但是呢 最终收市的时间 跌回到RSI 就是70这个水平的楼下 就是显示着昨天来说呢 破位不成功 在这个走势上呢 就有回软的机会的 那这个的状况呢 其实也反映到 在这个 就是大家对于后市的看法呢 都比较审慎的一个状况的 那去到呢 牛熊正 我们最重要的是看什么呢 摆位 那如果以昨天的摆位 来看呢 牛正的重货区呢 就在大概 16300 16300 至到16500之间 那如果呢 你查回呢 之前几天呢 那我们呢 那个的就是 摆位呢 其实没有移动过的 整个市场升311点 你的摆位 都还是一样的话 很明显看到 都说看得好正面那帮 就是叫做牛正的投资者 他们自己都不是说 太过是有信心的 所以昨天呢 就算呢 你看到呢 有些新摆位去到16700 16900 那里都是只有600多张的 那至于呢 就是看淡的投资者呢 昨天呢 都看到呢 就是仍然在17200 到17400 那跟之前几天的摆位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现在来说呢 就是说 大家来说 我又不敢呢 是太过进取去看好 当然也都不敢呢 是看淡的 因为现在来说呢 似乎呢 那市呢 都是显示着 向上的动力 是虽然不足 但是你跌下去 那个力度不够大的话呢 变成了你买 红正都没用 没得吃的 那所以昨天来说呢 就是只可以反映到呢 就是市场那个的看法 不是太过正面 也都没有非常负面 那变成了就是 那就是今天正正 整个大市的写照来的 那去到呢 今早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都见到呢 就是说整个市是 低了280点 那其实如果你看回 美股那边 道指跌你400点 那另外其他那两个指数 都跌呢 是接近1% 那所以呢 今早早来说 市跌呢 就一定的了 只是问题 你跌的幅度来说 280点算不算多呢 如果以百分率来说呢 港股的跌幅呢 是多过美股的 那无论是说国子也好 甚至是科子也好呢 那那个跌幅来说 也都是远远是超过了 是美股那边的跌势 那理论上应该很看淡的 那不过 我们这么说呢 就是很看淡之外 那我们也看到呢 今早早有比较多的钱流出 18亿的 那另外国子也有11亿的 那另外科子呢 是5.3亿的 那看到呢 那他们那追货 和抛货的比率来说呢 抛货呢 是抛的很重要 90%流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是很看淡的 那时候应该要跌到 趴在那里了 那但是呢 你要看回呢 今天那个成交 不算多的 30亿的 如果你看回全日来说 那所以呢 只可以这样去看回 就是现在来说 大家是看淡 但是低开的时间呢 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叫做盘呢 那个盘路呢 就是大到呢 就是足以令市场倒下来 那还有最重要 再给一样东西看 那今天早上呢 那个叫做 是资金的动能呢 我们看到呢 那流入的股份 只有三只而已 那流入的股份 有三只底下呢 你看到呢 总数是7200万的资金流出 是流入的 那而流入呢 平均每只2400万 而至于呢 有79只股份是资金流出的 那流出的那个 总额来说 19亿 你看看 7200万对19亿 很明显是看淡的 但是你一看 看回呢 平均每只的资金流出 2400万 两边都是一样 就是说呢 流入的股份呢 就只有三只而已 理论上是不够人打 但是一只都是大只佬 如果你计算平均数 那所以是 显示到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 整个市场的看法 不是真的 大家看得那么差 那再加上呢 就是国子那边来说 那在那个 就是早段时间呢 那个资金流出的 那就有2400万 平均每只 而流入就是200万 那国子就会差一点 我会觉得 那要小心国子那边的走势 那而科子来说呢 就是100万的资金流入 每一只的平均数 那而呢 那流走是2100万 那它也是相对差 那所以呢 那如果你看回呢 那会在恒指反映着什么呢 不是一个太差的情况 国子和科子要小心 那那显示着一样东西呢 就是大家看着呢 就是说恒指里面 一些是金融类股份呢 似乎在短期里面 是能够站稳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想暂时来说 整个市呢 就暂时都是在 保利加通道的中族流上 继续徘徊的了 那去到现在来说呢 指数呢 今早最低曾经是跌到下去 16856点 那未去到过通道中族的 那也都就是 对于现在来说呢 那个高位是177的水平 是曾经high过的 那现在来说呢 都是跌着165点而已 不算太差 就是都是重新那句 不算太差 那再加上呢 我们看那个镜子 小时套呢 去到那个中族呢 很快又上回来的 那现在来说呢 大家都是显示着 一样东西就是 整个市呢 在短期里面 要再冲上去是困难的 但是呢 就似乎 那个下跌呢 那个力度 也是相对有限的 那大家就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呢 不要太主动去做淡住的 那看一下它再升多一阵 上回去17100 17200 这些位呢 会不会 在那些水平来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呢 如果是的 那到时才再做一个打算的 那我们看回呢 除了昨晚出了那些 的经济数据呢 那我们也要留意呢 就是说 内地那边都会出一个CPI 那应该会出了的了 那你也是需要留意呢 就是说 这个新生态款那边的数据 那再加上呢 这个星期呢 星期四呢 明天呢 晚上呢 美国呢 也都会出一个PPI 那PPI来说 就是反映了 两三个月后 那个CPI的数字 有没有呢 就是叫做飘升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星期呢 其实都挺波动的 剩下这两个交易 或者算上今天呢 那个走势呢 那个波动性呢 也是相对大 那大家需要更加关注这个市场 还有呢 记得留意着 我这个资金楼事务所给出来的 一些数据 和那个市场上的资金楼的方向 那好了 那来到这里来说呢 就今天的节目 就完了先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看法 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的 那记得走之前 就给我们一个like 还有记得在这段影片 share给你的朋友 那希望呢 就有更加多人呢 可以用回数据 来做一个投资部署的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先了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